记者黄美朱新峰报道, Masho, 二段家起来不过八秒钟的声音档, 就拐掉了新竹工业区黄姓工程师四十万元新台币。 警方说, 这个自己赖, 赖, 上来的女网友, 还根本是省话一解, 短短八秒只讲了一句我生病了, 其他就是犹如犹斯的气息, 四十万就这样轻松到手。 然而最让警方无力的是, 男主角根本不死心, 为了一度芳荣, 差点在加码汇出一万元给对方, 虽然被远景和银行行员及时半路拦截, 但远景摇头直言, 黄南中毒很深, 应该还是会唯一荷包见销中不悔, 只能提醒他的亲友多留心。 新竹县竹北竞分局山西派出所日前借货辖区域山银行新方分行行员求助, 因为三十五岁黄姓男子林贵, 要汇一万元到对岸去, 本来金额不大, 黄先生也年轻, 行员不应该起疑才对。 但是警方说, 也正因为金额不大, 会给亲友嫌太少, 所以好奇之下多问几句, 黄南才说出来, 原来这一万元是要跨越台湾海峡去就美, 让在中国落网的骗子欢欢可以聘请律师, 或是后他就可以取回欢欢拐走他的四十万元。 警方说, 银行行员听了大吃一惊, 纷纷阻止对黄南喊N.O. 别再被拐了。 但是黄南不至可否, 只好求助远警到场协助。 警方调查发现, 黄南两个月前先在脸书上结识中国女网友欢欢, 对方主动来赖成了好友, 没多久, 欢欢就以家里有状况, 自己生病了为由, 说需要黄南金钱帮忙, 为了取信他, 欢欢还分别传了三秒, 五秒的声音当给黄南, 八秒钟只听清楚他病奄奄的说, 我生病了, 其他什么都听不到, 气弱由斯, 黄南依照欢欢的指示, 陆陆续续透过超商买了虚拟货币, 再把虚拟货币的序号传给欢欢, 前后花掉了四十万元, 他曾一度清醒怀疑被炸, 还主动去别的派出所询问, 也因而相信自己被骗了, 但为了想拿回被拐的钱财, 也为了一睹欢欢真面目, 最后仍是禁不住对方的撩拨, 警方转述说, 黄南说欢欢告诉他, 目前人因为伪造通行证在中国被捕, 需要现金一万元警律师, 只要他获释就会尽速还钱, 黄南才会跑去林贵汇款。